未婚妻毫不犹豫地跳进海里就别的男人 我用尽力气将她救回来 她却将历劫的我重新推入海里 快去救她 后来 她站在我病床前说 你不是游泳很厉害吗 我转过头 你走吧 我不再爱你了 我和未婚妻今天在海边拍婚纱照 婚妻定在年底 随着摄影师按着快门 我们的幸福正在被记录保存 如焰 忽然 有人喊我未婚妻的名字 她保持着拍摄姿势没转头 身子却僵住了 我认识那个男人 她的竹马没记不 过去六年 一直阴魂不散地出现在我们的世界里 因为她 我和柳如焰也争吵过无数次 柳如焰总说 如果他们有什么事 哪还能得到我 最后是我妥协了 因为我爱她 要先暂停吗 我问柳如焰 她坚定地摇头 先拍完婚纱照吧 摄影师教我们换姿势 新娘贴近新郎 头仰高一点亲吻新郎 笑容再大一点 柳如焰努力地扬唇 笑容却僵硬不再自然 突然扑通一声 有人跳海了 有人落水了 海边的人群开始尖叫 呐喊 我还没来得及做反应 柳如焰摘掉头沙 就跃进了海里 向扑腾的人游去 奈何婚纱进了水派沉 她差点被大海吞噬 我立即也不顾一切跳下海 费尽力气把她救起来 等把她拖上岸 我也耗尽了所有体力 我答 快去救救纪伯 我 我还没说话 就被柳如焰一把推进了海里 海浪一个接一个地打过来 我感觉自己正在被浪潮 一点点往深海里卷 我拼命地游 身体还在不停下坠 我最近能求救的人 只有柳如焰 嗨嗨 不远处 梅纪伯已被别人救起来 正捂着胸口不停咳嗽 浪潮再次涌来 我忙秉溪潜入海里 待浪退 踩踩肺力地挣扎出水面 我看到柳如焰跑向梅纪伯的背影 她的身影越来越小 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抛下我 最后一眼 是看到柳如焰抱着梅纪伯 给她拍背 两人轻易一威 她的白婚纱显得那么圣洁美丽 其实一切都有记可循的 柳如焰一直说不爱梅纪伯 可在我和她之间 她毫不犹豫选择了她 我没法再当自己看不见了 再次醒来 是在医院 我妈守在病床边 哭红了眼 打打 你终于醒了 饿不饿可不可 身上哪儿不舒服 我晕晕沉沉地摇头 刚张嘴想说话 沸腾的似要炸掉 止不住的咳嗽 先别说话 医生说你呛了太多水 我妈赶紧起身替我拍背 心疼不已 以后别去海边拍婚纱照了 太危险了 幸好你就回来了 不然我告到他们公司破产 原来是影楼的人救了我 我沉默着没说话 脑子里全是大海将我吞噬的恐惧 还好你和如焰都没事 不然让我们四个老的怎么活 我垂眼看着病号服 打打 你是在担心如焰吧 她没事 刚才过来你没醒 这会儿她去看朋友了 听说她朋友也掉海里了 那个地方是针邪门 再美有什么用 你们可千万别再去那拍了 不会了 再也没有下次了 我闭上眼睛 很疲惫 我妈让我好好休息 她出去给我买点日用品 不知过了多久 房门再次被推开 我偏过头 正准备叫我妈 却发现柳如焰红着眼睛站在门口 懒得去看她的神情 我收回视线不做理会 她踩着高跟过来 站在床边看着我 你不是天天锻炼吗 身体居然这么弱 竟然一开口就是责备我 我心口传来顿痛 但只在一刹那消失 我哑着嗓子反问 柳如焰 在你心中竹马比未婚夫重要 重要到你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溺水 头也不回地离开 对不起 她声音有点委屈 我当时以为你能游回来 没记不过情况不好 就下意识去看她了 我点点 所以 你爱她 是吗 一切都说通了 青梅竹马的感情 没人能替代 这一秒 所有的感情和不甘 似乎都被海水重刷干净 柳如焰不承认 我爱的是你 我只是拿她当哥哥 去你妹的哥哥 我忍不住咳嗽了两声 她弯腰帮我倒水 我缓了慧儿说道 柳如焰 结束吧 我不爱你了 听吧 她将杯子猛都往桌上一放 我们六年的感情 就因为一件小事要和我结束吗 我看着她愤怒的眼睛 里面是看不懂的情绪 我缓缓道 我救了你 你却为了个外人把我推下海 我没有力气让你求救 你却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差点死在海里 你管这叫小事 她一下子情绪崩溃 趴在我身上哭泣 老公 我错了 这是她第一次道歉 也是第一次叫我老公 我真的以为你能游回来 老公 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直接将她推开 是你的错 但我不会原谅你 柳如焰 我们结束了 你可以走了 她抬头 一脸震惊 然后拔高了语调 记博答 我已经向你道歉 并跟你承诺没下次了 你别得理不饶人 我烦了 听不懂吗 我说 我们结束了 请你离开 这时 房门被猛地推开 你来尽了是不 梅记博闯了进来 居高临下地屁腻着我 如焰都说了 她不是有意的 都哭着向你道歉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抬头看着她 忍不住冷笑了 或许是我平时的沉默 让她觉得我性子软弱 你像哪根葱 跑来指责我 梅记博气得瞪我 不屑道 我和如焰一起长大 她就是我妹妹 我见不得你欺负她 我端起撒了水的杯子 喝了口水 润了润喉 泛起冷笑 你这么护着柳如焰 不如把她娶回家 她一个海王 要娶早娶了 何必吊着柳如焰这么多年 梅记博果然义正言辞 我把如焰当妹妹 她爱的人是你 不知道是因为我 还是梅记博的话 柳如焰脸色惨白 毫无血色 我笑出了声 那你们可真是兄妹情深啊 你只是咳嗽了两声 她就为了你 连未婚妇的命都不要了呢 梅记博的拳头钻紧 你不是没死 少在这阴阳怪气的说如焰 我一摔杯子 狗男女不要在我面前秀恩爱 再不滚 我就不客气了 柳如焰满脸的不可置信 你非要这么不可理喻吗 不可理喻 我还清楚地记得 无力游上水面 被海浪一个接一个的淹没 海水渗透进鼻腔 在灌到肺里的窒息刺痛感 那种无声又绝望的感觉 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我要休息了 请你们离开 好 这是你赶我走的 你别后悔 柳如焰拉着梅记博 我气呼呼地走了 一个小时候 我妈匆忙赶回病房 第一件事就是探我额头 我皱眉 妈 你做什么 我妈摸了我的头 又放在她额头南南低语 温度正常的 儿子 你没烧坏脑袋呀 你要和如焰分手 是 你们年底就要结婚了 我不爱她了 我妈不淡定了 不爱了 昨天还高高兴兴拍婚杀照 今天就不爱了 你海水喝多 喝傻了 我和柳如焰大一认识 是标准的一见钟情 我们一起度过了 开心的大学时光 毕业后 我们见过了父母 两年后 婚期定在年底 我以为能这样 和柳如焰一直幸福下去 直到她的竹马回国 起初 柳如焰对梅记博的评价是 花心大萝卜 海王 她甚至还慷慨激昂地讲过 他们谈过一段 最后因梅记博变心而分手 她讨厌她 她说若不是因为从小一起长大 她早就把梅记博拉黑了 她不会联系她 可他们却经常一起唱K 一起旅游 一起玩游戏 她说不爱玩存在感低的辅助 她要拿射手 让我玩肉坦在她前面抗伤害 可梅记博一回来 我不再是她双排首选 她玩起了摇 无时无刻地挂在梅记博身上 她的下意识也不再是我 我体力不支的时候 而我推下海的是她 不顾我的求救 转身就走的也是她 我妈听了后 气得脸色铁青 当场就跟我爸打电话 让她安排退婚失忆 真是看错她了 未婚妻还不如一个过路的小姑娘 差点害死我儿子 等她挂了电话 我不解的问 不是隐谋工作人员吗 具体是谁妈也不清楚 只听说你被冲了好远 是一个小姑娘发现了你 是她费力把你背上岸 还给你做心肺复苏救活你的 当时太乱了 没顾上刘联系方式 妈已经派人去查了 倒是一定要好好感谢恩人 我点点头表示十分赞同 第二天一早 柳叔叔带着柳阿姨亲自来医院了 听说来医院前 他们先登门向我爸妈道了歉 他们气得不行 特别是柳父 听说他差点对柳如烟动手 柳母气不打一出来 我答 我已经狠狠地骂过如烟了 她和梅继伯一块长大 就是兄妹感情 情急之下不动脑子才犯了错 她爱的一直是你啊 柳父咬牙切齿地拍大腿 梅继伯那混小子 你们拍婚纱照 他跟着去做什么 昨天叔叔替你打了他 再没有下次了 接着柳父柳母对着梅继伯一阵骂 然后当着我面给柳如烟打了电话 你在哪里 马上来医院 电话那头是刺耳的风声 几乎将柳如烟的声音掩盖 继伯答要跟我分手 我还去医院干什么 不去 柳叔叔气得脸色铁青 对着电话后 我打只是太生气了 你马上滚来医院赔礼道歉 电话那头摇摇传来没继伯的声音 马上要转大弯了 抱紧我 接着 便听到柳如烟的声音 爸 我现在有事 先挂了 你这个混账 柳父气的摔手机 想着我还在便收起手机 深呼吸了几下调整状态 再转过身时一脸平和 晚些时候会亲自上门道歉的 我妈直接站了起来 老柳 如烟和那个男孩子在一起吧 对方还让他报警一点 既然他们已经这么好了 就别来霍霍我家儿子了 我儿子也不是什么盘都接的 柳叔叔被拆穿面上挂不住 瞪着柳阿姨 看看你教的好女儿 柳阿姨也委屈 但想着先安抚我 我答 你先好好养伤 我和你叔叔立马就去 把如烟抓回来求你原谅 听到柳如烟的名字 我胃口都没了 直接把手里的苹果扔进了垃圾桶 他不用来 我们已经分手了 最后柳父柳母气势汹汹地走了 说要给我讨个公道 在医院休养了几天后出院 我终于能行动自如了 这期间柳父柳母也没有再来 大概是柳如烟不肯服软 他们也无言在面对我 这样正好 既然决定和柳如烟分手 那就要分得一干二净 我去车去了新房 这里曾经承载着我对未来的憧憬 别墅里一砖一瓦 全是我亲自一趟趟跑建材市场 按柳如烟的喜好挑选的 装修风格也是他喜欢的英伦风 他说以后要给我生两个小孩 将婴儿房和保姆房备在一楼 方便孩子们出去玩 进门的右边是花园 左边是菜床 他还买了许多的种子开始练习种菜 想让宝宝能吃上他种的菜 此刻 菜床里的土都干得裂开 无法再种菜了 就像我和柳如烟的感情 再也不会开花结果了 收拾东西时 看着熟悉的一切 脑海里回想的全是和柳如烟的点点滴滴 但这些都该果断丢掉了 我正准备离开 房门却从外面被打开 柳如烟看到我 先是吃惊 随即闪过一抹惊慌 他身后跟着梅继伯 梅继伯一身黑色巢服 脚上穿着马丁靴 一头灰色的发配上 耳内上闪闪发光的尖耳钉 十足的潮难 柳如烟有些愕然 我打 你怎么来了 但随后他就露出了了然的笑容 似乎笃定了我是来寻求原谅 然后吃醋胡闹 你别误会啊 我的车送去保养了 继伯顺路送我回来 我视线越过柳如烟 停在梅继伯身上 的确是货真驾驶的大帅哥一枚 也难怪柳如烟对他念念不忘 纠缠不清 又见面了 我冲他笑了笑 梅继伯有些意外 神色奇怪地注视着我 随后 我台币挡住了两人 单单道 柳小姐 这是我准备的婚房 现在我们分开了 请你和你的人不要再踏足这里 今天之内 请把你的东西全部搬走 相连六年 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这种重话 也从来没有叫过他柳小姐 柳如烟生气了 纪伯答 你到底要怎么闹才满意啊 我解释了只是顺路 你至于当着纪伯的面 这么阴阳怪气吗 他好心送我过来 难道我和你在一起 就不能和异性朋友有联系了吗 就因为那点小事 你闹着要分手 现在还要赶我出去 我真是看错你了 柳如烟越说越气 甚至扑上来捶我胸口 我一把钱住了他的手腕 柳如烟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必须带着你的人从我房子里搬走 还有 我不喜欢你 不要再自作多情 谢谢 柳如烟瞪大了眼睛 抬眸看我 但我眼中再也没有一丝对他的情意 他气得不行 行 我也不喜欢你了 他转身 踮起脚尖就去吻梅纪伯 梅纪伯也配合的拥住他 两人立即难舍难分的亲在了一起 这是准备表演法师热吻给我看 很抱歉 我不感兴趣 亲够了吗 还要等我报警 说你们非法私闯民宅才罢休 我真的拿手机拔了110 柳如烟怎么胡来没关系 但他始终是柳家女儿 总要顾全父母的颜面 他气得咬牙切齿 记博答 算你狠 谁稀罕你的破房子 柳如烟面子挂不住 当下就找了搬家公司把他东西搬走 离开时 他撂下狠话 你以后别来求我 我当着他便打了通电话 我需要把床和沙发全搬走 再做全屋消毒 他的脸色顿时又轻又红 整理好情绪后 我恢复了工作状态 上班第一件事便是让助理 把我的房子挂在中介出售 一段时间没来公司 公事堆成山 处理完已经下午两点 我去楼下吃东西 结果被告知 我最喜欢的番茄牛奶包受情了 刚叹了口气 突然 一盘香喷喷的牛奶包放在我面前 我抬起头 迎上一张冲我笑着露出小虎牙的女生 看来你都好了 还能出来吃美食了 我微微挑眉 他俏皮的眨眨眼 下次我救人 一定要挑能睁眼看的 不然连救命恩人都不认识 我立马反应过来 忙到 是你救了我 谢谢你 你想吃什么 我请你 想吃山珍海味云中燕 可以吗 我真心回答 当然 那咱们得换个地方 行了 但今天来不及 上班要迟到了 他神色如常拿出手机 加个微信 重新约个时间请我吃顿好的 为了把你拖回岸边 我可是虚拖的在医院住了三天呢 是该吃顿好的补补 我觉得应该的 好 接着 我们互加了微信 恩人 你叫什么 青秋 我把青秋的名字备注上去 我叫季 季博达 青秋抢先一步 给我看他手机 他已经备注好了 他笑道 师哥 你在华南可是名人 原来如此 我冲他笑 原来是师妹啊 青秋怎么知道我的 还得归功于我和柳如烟 那段风靡全校 令人呈现的感情 听说迄今为止 学校都还流传着我们的事迹 所以比我矮三届的青秋 才认识我 问了青秋那天我险些逆亡的事 得知他是独自去海边散心 发现了在水中垂死挣扎的我 一米六的他用尽了力气将我拖拽上岸 虚度的在医院躺了三天才缓过境 我愧疚的想要补偿他 他拒绝了 只答应让我请他吃顿饭 临近上班 我们各自回公司 刚到办公室 柳如烟已经在里面坐着了 你去哪里了 我心想去哪里和你有关系吗 从决定分开开始 我就彻底放手了 拉黑了柳如烟的所有联系方式 再也没有联系过他 或许会有些不适应 但和生命比起来 这点不是连挠痒都不如 而他 没了陪伴他六年的体贴照顾和爱恋 除了抓紧身边的梅纪博 还能做什么 但梅纪博士海王 不会像我一样 给他承诺和未来 柳如烟走近几步 想拉我的手 又缩了回去 他看着我的目光透着几分落寞 这几天 我每天都自己去东大街那家火锅店 吃了红锅 我敷衍地点点头 越过他回到办公位 看见他就心烦 他眼眶渐渐红了 我每次都被辣得难以下咽 你喜欢辣 却每次陪着我吃清淡的月菜 被辣哭的时候我在想 你每次吃着会觉得没胃 不开心吧 在我们的关系里 从来都是你迁就我 以至于我习惯了做什么 你都会原谅我 他神情忏悔 却又委屈地想让我哄 达达 我现在知道错了 我有点不耐烦了 我们已经分手了 还说这些有用吗 他委屈的落泪 我是真特么没耐心了 我要工作了 如果没事就请你离开 达达 他眼眸透着悲伤 终于哭了出来 我真的不爱梅纪博 我爱的是你 我承认肆无忌惮 因为我以为你那么爱我 宠我 一定不会离开我 所以 所以你觉得我捡回一条命后 也该继续无条件地包容你 我打断他的话 他咬着唇 哭得更厉害 我彻底失耐心 柳如烟 不要再失去以后回想过往了 一切都结束了 可我还爱你 你要我怎么做才肯原谅我 他悲伤发问 我将椅子向后划了一截 不要出现在我面前就行 他冲到我面前 拉起我的手 打打 不要口是心非地说伤害我的话 这样只会把我们推得更远 这个女人是不是有病 惹不起 我躲得起 我逃也是的离开办公室 告诉保安 不准再放柳如烟进公司 刚到家就收到青秋的微信 师哥 我周六有时间 我立马回复 行 纳约周六 周六一早 我如约去接青秋 他一身休闲妆向我跑过来 额头上还有些许汉意 师哥 走吧 他冲我笑的露出了小虎鸭 别跑 急什么 我去后备箱取了瓶水给他 师哥 女生更爱喝奶茶 我从他语气中听出一丝撒娇 好 我嗓音含着笑 我们去买奶茶 谢谢师哥 青秋眯眼笑 连天都更明朗了 我开车直奔奶茶店 还没等我问他要喝什么 他已经快一步下车点好自己的 又转头问我 师哥 你喝什么 柳如烟控制体重 从来不喝奶茶 也不让我喝 都到这儿了 我还真有点想喝 但没点过 怕点得不好喝 随便 那就和我一样的吧 拿着两杯一模一样的奶茶 我转头看青秋 不知为何 心中格外舒畅 喝着奶茶 我问他去哪里吃饭 青秋提出让我陪他逛商场 我答应了 正好他不说我的心意 用一种方式报答也不错 我陪着青秋从一楼到五楼 他一共买了四样评价东西 但完全不给我付款的机会 他说 辛苦师哥陪我逛逛了 最后和闺蜜闹掰了 没有逛街搭子 乐意至极 逛完街 青秋说吃火锅 我盯着他 只吃火锅 他神色如常 火锅就是我心中的山珍海味云中焰 此话这样理解也没毛病 但我没想到 他选的火锅店是东大街我最爱的那家 师哥 你吃辣怎么样 以前无辣不欢 但好久没吃过了 不知道现在的程度 我如实讲 他像个小麻雀一样 叽叽喳喳安排着今天的菜单 那我们点个微辣 麻辣牛肉先不拿 不然锅底太辣 本来微辣是没问题的 但很长时间没吃 我还是辣得一头汗 青秋赶紧给我地址 师哥 要不然换成鸳鸯锅吧 不用 就红锅 虽然很辣 但真的很爽 师哥 纸蟹贴在皮肤上了 青秋提醒 我摸了一圈 没找到纸蟹 在哪里 青秋俯身凑近过来 替我摘掉了纸蟹 这里 我下一额的往座直身体 蟹 蟹 不用蟹 青秋刚坐回原位 话音还未落 身边墨地扫过一阵进风 我看到他的发丝都被吹了起来 同时 一个人冲到了跟前 狠狠给了青秋脸上一巴掌 势柳如烟 见人 居然敢勾引我未婚夫 他声音愤怒透着很利 我眉头紧簇 挡在青秋前面 柳如烟 你有病 他恍若未闻 攥起我手往旁边推 见推不动又死死地盯着我 不接电话 不回消息 原来是有了新欢 我瞬间从脚底窜起一股怒火 这女人真是有毛病 你闹够没 我闹 这一句话就像触碰了他的逆铃 直着我鼻子骂 明明是你和别人约会被我抓了现行 他闹得动静太大 火锅店的食客们纷纷看了过来 甚至还饶有兴趣地拿起了手机 青秋蒙受不白之冤 我沉声道 柳如烟 我在声明一次 我们早就结束了 趴青秋不知何时与我平行 他打了柳如烟一巴掌 这是我还你的 柳如烟当场暴怒 挥拳砸响青秋 我赶紧拦住柳如烟 把青秋护在身后 青秋在我身后仍气不休 大声道 你先对不起师哥的 现在还有脸来指责他 你跟师哥在一起的时候 就跟男小三不亲不楚 为了男小三把师哥推下海 差点淹死他 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 我是喜欢师哥 那又怎么样 你们的婚礼取消 也正是分手了 这么好的男人恢复单身 我不能喜欢吗 柳小姐 做人不能太贪心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你也配 我从来不知道青秋嘴巴这么厉害 柳如烟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祈求我出生解围 没有一次迟疑 我拉着青秋就走 青秋 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纪博答 你 从他身边路过 我看到他脸上充斥着错愕 和无法隐藏的悲伤 他似乎终于意识到失去我了 我把青秋送到医院 医生说没破皮没大碍 连药都没开就让我们走了 对不起 坐在车里 我很愧疚 青秋不该因为我承受这一切 我都还回去了 没亏 再说打我的是他 又不是你 青秋笑了 笑得很爽朗 刚才在火锅店 他说的那些话 我犹豫着不知道该怎么问出口 他却突然说 师哥 你还记得华南北门那家煎饼店吗 这小姑娘 什么脑回路 这时候想这些 当然 今晚没吃饱 我忽然想吃饼了 出于愧疚 我答应的爽快 那现在带你去吃 好呀 他又笑了 我感觉这丫头被打傻了 被打得怎么还一脸灿烂的笑容 我带着青秋去了华南的煎饼摊 不约而同的选了加土豆丝和鸡蛋 刚出国的煎饼还散着热气 青秋好听的声音传过热气传过来 师哥 你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吃土豆煎饼的吗 我摇头 有一年元旦外婆病危 我的手机钱包被偷了 打不到车 也没钱吃饭 求助校友时 大家都当我是骗子 在我最绝望时 有对情侣起了争执 我听到女生说晚上不能碰淀粉 会长胖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男生纠结了许久没追出去 我看到他眼眶红了 而他也看到刚哭过的我 他走过来问我吃不吃土豆煎饼 我当时饿得没有选择的权利 立马答应了 我以为他要把那份女友不要的给我 但他重新为我买了新的 而且在知道我没手机后 帮我打了车 青秋的眼眸中此刻全是我的身影 其实我也不爱吃土豆煎饼 但从那天起 我就爱上了 这一幕 似曾熟悉 青秋讲的男主 好像是我 我记得有次柳如烟 因为一个煎饼冲我发了好大的脾气 我又委屈又窝火 正无处发泄 一转头看到一个被冷风冻红了鼻尖 哭肿了双眼的女生 一时起了恻隐之心 我实话实说 其实重新给你买了一份是因为不好意思 面子作祟 他笑眯眯的望着我 不重要 结果就是你帮助了我 从此后你在我心中就有了滤镜 我 师哥既然我们能重新相遇 而且你已经恢复了单身 能不能给个机会让我追你 一口饼差点没把我噎死 现在的女生都这么直接吗 我耳根有点发烫 又觉得丢面 一个大男人这么不经聊 我认真到 你也看到了 我上一段感情并没彻底解决好 现在无法给你答复 他俏皮的笑 没关系 我先排着队 到时候就有优先录取权了 呃 还能这样 这天柳如烟气疯了 据说一回家就大吵大闹 让他爸立马终止和我家的合作 生意可不是儿戏 工程进展到一半 一家撤资两家都跟着大损失 两边家长见我们越闹越厉害 就决定再约见一次 彼此把话说开 我是不愿意去的 爱闹就闹 不理便是 奈何爸妈怕影响公司 硬是把我拉到了柳家 柳叔叔和柳阿姨看到我主动登门 高兴极了 立马给我端来咖啡 伯达 你别和如烟一般计较 他就是小孩星星 我们也不指望他懂事了 只希望你们好聚好散 别影响两家的生意 两人握手言和 这件事就算过了 以后咱们还是生意伙伴 我先表态 叔叔阿姨 我和他分手与公事无关 只要项目合适 我不介意继续合作 两边家长转头去看柳如烟 他一言不发 光盯着我看 我没理他 他突然冷笑一声 纪伯达 你让星欢打我 带着他去医院 把我扔在原地 开心吗 大家都愣住了 柳叔叔呵斥他 如烟 什么星欢 你说什么呢 纪伯达早就劈腿了 他睁睁看着星欢打我 最后扔下我 送星上人去医院了 柳如烟言语中 尽是嘲讽 明明自己先出轨 却要把一切罪名给我背 纪伯达 你可真不是个男人 我反唇相机 我们已经分手了 只许你跟男人搂搂抱抱 不许我有新感情 柳如烟恼羞成怒 一巴掌拍在桌上 眼眶通红 是到如今 你还在狡辩是吧 那副蛮横的模样 就和以前我们在一起时 他蛮不讲理的样子 一模一样 他从来都是这样 只相信自己认为的 从来不会站在 别人的角度去考虑 我无比庆幸 自己选择了离开 否则还将沉溺在 他的折磨里 终其一声 我笑了笑 那天你把我推下海 然后不管我的死活 去照顾梅记 不 是青秋拼尽全力 把我从死神那儿拉回来 我正打算追求他 有问题吗 柳家呆了 我父母也震惊了 可能没想到这么快 我就有了新目标 柳如烟怒急返校 指着我很声说 终于承认了 很 很好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艾梅记博 你只是个替身 我马上要和他结婚了 从此后我们就是陌生人 他说完柔了柔发红的眼眶 决绝转身 离开的步伐却很慢 我知道他在期待我挽回 于是我叫住他 等等 柳如烟立马停住脚步 仰起下巴 声音冷漠 说 我淡淡道 两家手上的项目结束后 就不再合作了 你结婚也不要请我 我结婚你也不要来 他猛地僵住 两手紧紧握成拳 扭头瞪着我发痕 好 记得你说的 柳如烟走了 留下不知所措的两方家长 我摸摸鼻子 也道了一声告辞 我不再做解释 去了趟超市 买了许多零食和吃的 去找青秋 他见到我惊讶不已 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 他立马让开位置 咧开嘴角笑 快进来 外面冷 我刚去买了一堆菜 正好走热了 我先替厨房去 他跟在后头 你还买了菜呀 正好早上没吃 咱们吃什么 昨天的火锅没吃好 今天我们好好吃一顿 青秋眉眼含笑 好 接着 他撸起袖子摘菜 洗菜 我负责切菜 我们配合得很好 看着他忙碌的背影 我抓拍了一张 他在弄食材的测研 编辑了文案 发了朋友圈 文案 我的他 他听到拍照声音 回过头来 师哥 你在拍照吗 拍食材 发个朋友圈 他连忙擦了手 我要做第一个点赞的人 青秋看到我朋友圈惊呆了 难以置信 师哥 你答应了 他满脸七亿 我点头 女朋友 不准再叫我师哥了 纪博达 他飞扑到我怀里 喜极而泣 我爱你 霍霍霍 这就表白上了 我抱着他 耳根又红了 低调点 怎么低调 他冲我眨眼 忽然踮起脚尖 在我唇角落下一个吻 这样算低调吗 好家伙 这种事怎么能让女生主动呢 我俯身一用力将他抱起来 还在腰间 加身这个吻 在青秋家吃饱喝足后 我回家了 不曾想 柳如烟站在我家门口 一脸忧怨地向着欺负 他紧盯着我的脸 捏着拳头 浑身冒着怒火 气得发抖 你跟青秋在一起了 还接吻了 我挑眉 跟你有关系吗 纪博达 你真的不爱我了 真的就这么恨我 非要用别的女人刺激我吗 我烦不胜烦 柳如烟 别再恐惧开屏了 不爱就是不爱了 又哪来的恨 别再来打扰我了 可以吗 柳如烟绝望地闭上眼 眼泪流了出来 好 记住你给我的绝望 以后别后悔 他扯下脖子上订婚时 我送的项链 摔在地上 愤然离去 他彻底死心离开了 当天下午 我就在朋友圈 刷到柳如烟晒的结婚证 文案 我的他 幼稚 难道他以为我看到这些 会在乎会生气 没有了爱情 他就没有了任何 胡作非为的仰仗 哪怕是结十次婚 我也不会多看他一眼 我还顺手 把他拖进了黑名单 第二天 听爸妈说柳家炸锅了 梅纪博前脚和柳如烟领完证 后脚就跟一个嫩模开房去了 柳阿姨气得住了院 柳叔叔则要和柳如烟断绝关系 我妈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柳家二楼 我拒绝了 不仅不去看 我还要远离 当天我就搬到青秋那里去了 每天和青秋一起上班 下班一起买菜 回家做饭 放假就出去旅游 日子虽然平淡 但岁月静好 再听到柳如烟的消息 是三个月后 他和梅纪博离婚了 一个夜里 他哭着给我打电话 打打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不该一起用事和他结婚 你回来好不好 求求你别抛下我 我打断他的话 你是谁 我认识你吗 挂断 再拉黑 一只手攀上我脖梗 音色撒娇 谁呀 广告 我的唇被堵住 继续吗 当然 全文完 我认识你